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4年10月14日,星期一 这个视频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马克龙的领导下,中法关系跌宕起伏 就好像是过山车似的 一会儿到了峰顶,一会儿又到了谷底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吧 马克龙到中国来访问 那么习近平给了他特别高规格的接待 然后马克龙到广州的时候 习近平又追到广州 对他有追加的一个接触 然后还和他相聊甚欢 还安排演奏了知音高山流水 就把马克龙当成了一个望年交 当成了一个知音一个知己 就无比的错愕,对吧 就觉得马克龙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很多人就觉得说马克龙啊 他就是这个利己主义者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他到中国来呢 他当时就是需要中国支持他的这个奥运会啊 他当总统期间的奥运会真是一个大事 为了让他这个大事成为他一生的一个政绩呢 他需要中国的帮助 所以呢就好话说尽啊 来争取中国的这个支持啊 那么当奥运会办完了呀 中国支持他呢 办这奥运会办的简直是盛大隆重啊 风风光光啊 那么现在不需要中国了呀 就卸磨杀驴啊 然后呢就制裁中国的这个电动车啊 并且是起到了一个旗帜鲜明的带头的作用啊 这就是马克龙的嘴脸 我觉得马克龙这个人啊 首先我想说啊 习近平啊 给他演奏什么知音高山流水啊 什么的啊 说这个马克龙是他知音啊 其实习近平也不见得就是这么想的 对不对 不见得是这么想的 习近平还能看不透一个小小的马克龙 但是呢 同时呢 就说明了 马克龙这个人啊 他是也有他自己的想法的啊 就当说到某一些方面的时候呢 一定是和习近平有了这个共鸣的啊 在哪一方面有共鸣呢 我们就知道这个马克龙啊 他刚已上任没多久的时候呢 他就提出来了一个说什么 被冤脑死亡啊 这个一语即出呢 语经四座啊 大家就觉得说 哇 马克龙真的是哈 很聪明啊 很聪明 一下就看到了问题的要害啊 而且呢 敢于说出来啊 别看他年纪轻轻的啊 他呢 在这一群啊 被约的高层的领导人当中啊 他却显露出来了 他的指挥啊 那么他呢就是主张欧盟的这些国家呢 他们应该有自主精神啊 有一段时间呢 他就主张欧洲自主 我想呢 他能和习近平啊 能够一拍即合啊 产生共鸣 我想呢 就是在这一点上产生了共鸣啊 那么习近平呢 把他作为一个啊 小朋友 小知音啊 并不是说习近平就被他骗了 习近平呢 就是想啊 对他进行鼓励啊 让他在这条路上啊 走下去啊 继续走下去 小朋友 你对啊 你是有智慧的啊 继续这样坚持下去啊 但是呢 这个马克龙这个人啊 我认为 其实他是没有智慧的 你想想看啊 他从这个很小的时候啊 十几岁 十五岁左右 对不对 就爱上了他的老师 就是他现在的这个老婆呀 他这个老婆呢 他是在学校的一个戏剧老师啊 他就爱上了这个戏剧老师啊 然后呢 就是这个忘年恋啊 那么我们就想一想啊 法国的一个中学里面的一个戏剧老师 是一个偏刻都偏像什么样的一个 在学校里面啊 压根就应该没有多大一个存在感的一个非主流的老师啊 你说他能有多大的一个智慧吗 他在人生方面啊 可能是挺有智慧的 你说他在政治方面 领导整个国家啊 这方面 他能有多大智慧吗 对不对 我想想他就不太可能啊 但是啊 他一定是特别有那种PUA的能力啊 PUA什么意思啊 大家现在应该是很熟悉这个干颜了吧 就是控制别人 给别人洗脑 控制别人大脑的这样的一种行为 叫PUA啊 那么马克龙这个人啊 他就是从小小的年纪啊 15岁开始啊 就接触了一个啊 中年妇女啊 然后呢 直到现在啊 就说明什么呀 就是说明呢 他这个人呢 不是那么的有主心果 很容易啊 就被别人控制的啊 我认为他老婆呢 就是PUA他控制了他 那么他这个容易被别人控制的这个啊 其实在他当总统的这几年当中 也是表现的淋漓尽致的 那么当欧洲的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呢 哎 然后他就觉得意气盎然啊 然后呢 就觉得说啊 我应该站出来啊 保护我们欧洲的利益啊 那么在欧洲有些人就说 你看美国现在呢 大发这个战争台 然后呢 卖给我们能源还不说 卖给我们是好几倍的价格啊 是可忍孰不可忍 那马克龙呢 脑袋顶上呢 就被这个点上了啊 我要去美国讨个说法回来 这是当时他出访美国之前的这种说法呀 对不对 他向媒体这种说 我要去讨说法啊 然后呢 气宇宣扬的就去了啊 那么去了以后呢 哎 见了拜登啊 拜登也不是擅长啊 拜登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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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老头啊 就是那个拜登 这么多年的一个政客 对不对 他POA的能力 比马克龙他老婆只能强不会弱呀 对不对 那么跟马克龙的一通的谈话啊 然后又送他一个小镜子呀 然后又给他吃了龙虾呀 哎 完了以后这马克龙就变了 马克龙就变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就是你卖我们的高价的能源呀 什么的那些啊 就全都不提了啊 然后呢 和美国啊 应该是这个团体一致啊 俄罗斯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啊 然后就回来了 对不对 回来以后呢 怎么样 就致力于这个维护美国的利益 对不对 时不常的呢 他也会受到有些人啊 说啊 我们欧洲啊 应该自主啊 什么的啊 那么他到了中国以后呢 可能习近平可能就鼓励他 说你提出来呢 欧洲应该自主 那也挺对的啊 然后他又把他的这套理论呢 跟习近平啊 又讨论了一通啊 一讨论了两个人啊 就觉得说啊 就是知音啊 想法一样啊 他就是这样的 当他回去以后呢 就这些啊 又忘了啊 置身于那个环境以后啊 又忘了啊 那么这一次呢 就对中国这个汽车的制裁啊 他呢 第一是受了他当地的一些资本的股东 第二呢 就是受了美国的股东啊 美国加税呢 欧洲啊 就应该跟着加税啊 反正是紧跟美国就对了啊 有的人说 哎呀 瞎扯啊 一个政客还能说 美国说什么是什么吗 哎呀 那是你不了解啊 这个西方的政客 你来看看啊 现在加拿大的这些个政客 在讨论什么 加拿大的政客就在讨论 安耐不住了呀 哎呀 美国已经加税了呀 哎呀 澳洲已经加税了呀 哎呀 我们加拿大再不加税就落后了呀 你知道吗 哎呀 这些政客真的是啊 就是一些意识形态啊 就是脑胎发热啊 就是唯美国的马首是瞻啊 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啊 好 再说回来这个马克龙啊 他就是没个准主意啊 然后现在呢 就对中国的这个电动车啊 加税啊 这两天呢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 有一个新闻啊 就是蔡英文 他应该是这个双十啊 之后啊 就进了赖清德办公室啊 和赖清德一通密集团之后啊 然后就宣布了啊 说12号开始啊 会对欧洲进行访问 说什么加强跟欧洲啊 民主自由世界的这个联系啊 加强联系啊 加强这个同盟关系啊 然后他去访问哪呢 首先呢 就是捷克 去捷克啊 参加一课 叫什么自由 还是民主 还是什么 两千一个论坛啊 就是捷克的前总统 在2000年的时候啊 就搞了一个论坛啊 这个论坛就所谓的自由民主啊 那么捷克啊 是台湾这个问题上啊 特别积极的呼应美国的一个国家 他的那个国会啊 国会的议员啊 经常啊 到台湾来啊 进行访问啊 邀请台湾到他那去进行访问啊 这种来往 这些都是发生在蔡英文执政期间啊 那么蔡英文现在下台了啊 他也不甘心于呢 一下子就相信匿迹了啊 也出来刷刷存在感啊 所以呢 就去这个捷克啊 参加这个 那参加完了以后呢 哎 说是顺便到呢 就去欧洲的其他国家去防卫一下啊 那么去哪呢啊 我看到呢 公布的就是一个是这个 比利时一个是法国 还没敢提法国啊 提巴黎说是啊 访问巴黎 访问比利时啊 那么昨天的时候 看到英国啊 发表了一个消息啊 英国说呢 蔡英文啊 本来是想到英国去访问的 英国因为考虑到呢 英国到这个外长 外交大臣对吧 要到中国去访问啊 怕这个惹怒中国大陆 所以呢 就拒绝了 有一种说法还叫推迟了 蔡英文到英国的访问 那么比利时怎么回事呢 我现在不知道那个怎么回事啊 反正呢 他去巴黎的这件事情啊 为什么说巴黎不说法国呢 我想啊 这也是法国方面的意思啊 法国也不想过分的惹怒中国 不想让中国就觉得说 哎 这是一个官方的啊 政治性的一个行为啊 说巴黎呢 这就是民间的一个行为啊 那么这个蔡英文 哎 为什么说和法国啊 怎么这么友好呢啊 哎呀我就查了一下 它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和马克龙啊 积极的推动 对中国电动车加税 这个联系到一起啊 之前的时候 很多人啊 都表示不理解啊 说欧洲啊 想发展这个绿色能源啊 想在气候变化 这个问题上有所建树啊 要在汽车这方面呢 发展这个低碳的汽车 也就是电动车啊 那么你要不和中国合作的话呢 你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啊 可是呢 现在啊看来马克龙不是这么看的 为什么呀 蔡英文啊 能到这个法国去访问 其实蔡英文啊 在他执政期间啊 他已经就和马克龙啊 有了来往了 在这个电动车方面啊 他们已经进行布局了 进行了一个什么布局啊 我就查到了一件事啊 它是什么呢 台湾啊 有一个电池企业啊 叫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啊 这个公司它就生产啊 一个产品 就是固态电池 固态电池啊 那么这个公司呢 它从2017年的时候啊 就开始啊 和台湾的这个灰能接触了 那么到去年的五月份的时候 2023年五月份的时候啊 就和法国呢 有了一个大动作啊 马克龙出席了一个开幕仪式 是一个什么开幕仪式呢 就这个灰能这个固态电池啊 要在法国建厂建一个啊 台湾地区之外 全球第一条的固态电池的这个生产线啊 说这个固态电池啊 是这个最好的电池啊 我们来看看啊 就是威基百科里面啊 它怎么介绍的这个灰能公司 和它这个固态电池的啊 这个威基百科里面就说了 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啊 它成立于2006年 是一家专注于啊 专注于就专门啊 研发制造固态锂陶瓷电池的国际型的企业啊 它的总部呢 在台湾 同时在新加坡上海等地均设有这个基地啊 员工的人数580人 580人 我还以为580万呢 我说580千呢 580人啊 它是建立于2006年啊 说2006年10月啊 这个杨斯丹就成立了灰能科技 并且开始了固态电池的研发啊 就专注于这种薄形的 柔性的固态电池的研发 那么2012年的2月份啊 哎 就在日本的一个电池展啊 首度就发表了啊 向全世界就展示它这个产品成功了啊 成功了叫软板锂陶瓷电池 就是它把这个锂电池哈 它就放在一个陶瓷板上面 哎 虽然放在陶瓷板上面哈 但是呢 它可以随意的弯曲啊 剪切呀 都没关系啊 它也不会爆炸啊 哎 听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好 是不是 那么前面也说了 它在新加坡呀 上海呀 哎 也都有设有基地啊 全世界呢 有580人的员工啊 那么2012年 它发布这个以后呢 2017年 法国就开始啊 和辉能接触啊 2019年的时候呢 特别辉煌啊 2019年的时候 这个辉能就获得了 美国电池包设计技术 美国爱迪生奖的金奖 2019年的4月份 就获得了金奖啊 到2021年的时候啊 就和越南的汽车制导公司 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啊 然后2021年啊 又获得了一个啊 美国爱迪生奖的铜奖 那你可能又说 哎 上次获金奖 这回怎么获铜奖 这回获铜奖呢 是他自主研发的一个 叫ASM 主动安全技术啊 又获得了一个铜奖 好生了得啊 这个是什么技术呢 主动安全技术 就是主动阻止热失控的材料机制啊 就让这个电池呢 不会热失控 从而呢 也不会爆炸啊 这就有助于电动车的安全性的提升啊 我们经常能听到电动车 它会爆炸 对吧 它会自燃 那么它呢 就没有这个问题 2021年啊 然后2021年的10月啊 它就完成了3.26亿美元的这个融资啊 那么它融到这个字呢 就打算了啊 在欧洲啊 美国呀 亚洲呀 都有建立这个生产线啊 大量的生产它这个电池 那么到2022年的1月份呢 它还和德国的奔驰公司 又签署了合作协议啊 然后2022年的2月呢 就被评为全球电动车产业关键独角兽企业的15大之一啊 就是说15大电动车产业关键独角兽啊 15大企业它是其中之一啊 然后2022年3月啊 又发表了一个全球首颗交换式电动车固态电池啊 然后2022年的5月份呢 就是说制定一个目标啊 要达到一个次世代固态电池量产的目标 然后2022年的6月份啊 又和德国的动力系统啊 签署了一个什么技术合作协议啊 2022年的7月份啊 又和越南的这个WinFast 签署了技术合作的协议啊 然后8月份啊 10月份啊 12月份啊 2023年的3月份啊 4月份啊 5月份啊 又和法国啊 就签署了在法国建成啊 马克龙亲自出席了这个动工仪式啊 热闹不热闹 挺热闹的对吧 但是呢 你有没有奇怪呀 这个灰能他这么厉害 怎么咱们没听说呀 我们就听说谁呀 我们就听说宁德时代呀 我们再来看一下宁德时代是什么情况啊 根据这个危机百科啊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件公司 是一家中国电池制造商和技术公司 成立于2011年 还记得吗 这个台湾的灰能成立于2006年 它成立于2011年 在这个时候人家这个灰能已经成立五年了呀 还记得吗 2012年的时候灰能呢 就在这个日本啊 发布了它那个软板锂陶瓷电池啊 怎么折怎么切 怎么那个什么啊 都不会爆炸什么 就那么牛叉就那么先进 2012年的时候 那会宁德就是刚刚成立 对不对 宁德时代呀 他2011年成立 他也是专门从事制造 用于电动汽车和储能系统 以及电池管理系统的锂电池 人也不说固态啊 还是什么锂电池 那现在也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宁德时代在2022年的时候呢 全球动力电池使用量的市占率是37% 连续六年排名全球第一呀 2022年他连续六年 那就是说呢 从2016年开始啊 他就已经是全球第一了呀 然后2022年公司全球储能电池出货量 市占率为43.4% 连续两年排名全球第一呀 纽约时报中文网2021年12月报道 宁德时代占据了全球电动汽车电池市场的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啊 就以上这些信息说明什么呀 第一就说明了 马克龙啊 貌似啊 他觉得啊 他仰仗着这个灰能啊 他觉得他就可以啊 在电动车这个领域啊 和中国竞争 因为你这个电动车 电动车啊电动车的核心是什么呀 核心就是电池嘛 对不对 那灰能的电池这么牛叉 那我有了他以后 我法国的电动汽车 是不是在全世界就可以处于一个领军地位了呢 我想这个是马克龙做的梦啊 因为啊他和这个灰能合作这个过程当中啊 都是蔡英文那会儿当台湾地区领导人的 那么蔡英文现在都下台了 蔡英文要到法国去访问啊 是不是他已为法国做了贡献啊 觉得脸上背有光 法国会接待他啊 如果他觉得他脸上背有光 他觉得在法国那边呢 很有面子的话 那就说明法国仍然会觉得说 这个灰能呢 是牛叉的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从这个灰能 我刚才这些信息和这个宁德时代对比 我们可以看出哈 灰能是不是一个骗子啊 是个骗子公司吧 宁德时代比他完成了五年 现在都牛成啥样了 你灰能现在全球的啊 你自称这么牛啊 或这个奖或那个奖有啥用啊 你全球才580个人的员工啊 就说明啥呀 说明你没干起来啊 为什么说你没干起来 为什么说你没干起来 是因为你不行 你骗子啊 你为什么不行 别人因为不吃你一套 他本来是个骗子 马克龙应该认清这个 但是呢 现在蔡英文啊 还顶着一脑袋的光环 去这个法国 还敢去法国 就说明法国不认为他是骗子 哎如果这样的话就来到了啊 就马克龙这个人脑袋官灵光吗 脑袋官根本就不灵光啊 根本就不灵光 看起来挺机灵的 实际上是一个傻瓜 分不清好赖人 分不清局势 我就特别不理解 就是前一阵子啊 欧盟的议会选举啊 极右翼呢 就横扫整个的各个国家啊 都是极右翼领先的啊 那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马克龙 你能够让你法国的这个国会重选 你是看到了什么机会了 你看到什么机会了 你看不到你国会啊 选举的时候 对极右翼有意的这么一个趋势吗 你为什么要推翻了重选 啊 你是看到了对你自己有利的吗 结果选完了以后怎么样 果然是极右翼占了上分吗 对不对 就马克龙这脑子啊 我就越来越发现了 他根本就不行 他根本就不行 他年轻有为啊 他当总统之前他当啥呀 他曾经就是法国好像商务部长吧 在他当商务部长的时候 大家知道那个著名的阿尔斯通 被美国给搞成了这个美国公司 就是他当商务部长的时候啊 你说他年轻有为吗 从来就是啊 一个是耳根子软 别人跟他说一什么啊 他就跟着跑 另外呢 就是胆小 软弱 别人一下唬他啊 就给他吓唬住了 再就是呢 脑子不好使 一骗呢 他就以为是真的 现在呢 就这个台湾呢 这么一个大骗子公司啊 灰能科技啊 固态电池 结果呢 骗不了别人 骗了这个马克龙 马克龙还以为是 这回抱着一个金娃娃了啊 现在要跟中国叫板 中国现在啊 就应该趁这个机会啊 对这个法国啊 出狠手 对他出狠手 使劲的让他痛 让他流血啊 这点呢 也不用等这个中国政府啊 中国老百姓都做的 他那些奢侈品 中国人 就不买的话 他卖给谁去啊 全世界买奢侈品的 就只有中国 也只有中国买得起 难道还指印度吗 是不是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